一般小朋友所用的就是游泳圈了 尤其现在暑假到了 很多小朋友都会到海边去玩水 那么现在标准检验局 就特别针对了市售的游泳圈 抽样来调查 结果发现说 15个游泳圈当中 有4个是不合格的 目前的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杨爱蒂来告诉我们 夏天到了 小朋友都喜欢抱着游泳圈下水玩耍 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是抽验了各大卖场15件的儿童泳圈 查出了有4件含有超量的可塑剂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公布的结果 在口塑剂 六种口塑剂方面 我们验出有数件 含有口塑剂超过国家标准 0.1%的规定 那总共有数件 口塑剂方面 因为它是属于 我们现在检验这种口塑剂 属于一种环境荷尔蒙 它对所谓环境荷尔蒙 就是说对我们生物体内的 内分泌系统会产生危害 所以这样的话会对幼童的生殖和发育方面 会产生危害 标准检验局是针对了各大卖场 百货公司还有婴儿幼母的专卖店 是随机抽样了总共是15件 结果发现其中超量的可塑剂 有4件的泳圈 如果一旦是被幼童食入 这个专家是说长期可能对身体的内分泌 甚至肝脏肾脏都可能有危害跟影响 以上是现场情况 欢迎主播